用飞镖扎地图 扎到哪里就去哪里 大家好 这是学问鬼局 我佳琳 我佳琳 现在是2023年的12月14号 那这个时间点呢 无论是去南方避寒 还是到北方感受极寒 都是不错的体验 刚好最近也是旅游淡季 所以我们的随机旅行又来了 是的 按照惯例 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规则吧 我们是一个人先来扎全国地图 扎到全国地图有某个省份之后 会放上对应的省份地图 换一个人再来扎 之后飞镖立了最近的地名 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 当然像之前随机旅行去过的 新疆 青海 甘肃 内蒙 山西 云南 贵州 浙江 这几个省份如果扎到的话 就会重新再扎 那这应该是我们2023年的 最后一次旅行了 真的非常期待 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家乡 或想去的地方 来弹幕或评论区里 说不定我们真就扎到了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来吧 好了 我已经准备好了 老问题 你想去哪里 可以看我这些行动 就是给东北做了准备 我可没准备这么厚的衣服 因为我觉得按概率来讲 这次也该到南方了 那具体去哪里 还是要交给这只飞镖了 来吧 321走 这是 那 这 这 啊 啊 一语成衬 中俄边境 我黑龙骑 我都感觉这有点假 你为什么不往南扎呢 我不知道呀 而且再是 我怎么可能一下扎到边境上这块 啊 又是一击击重 哇 看一下 我们好好的一张地图 直接来到了黑龙江 那我们现在就换黑龙江的省份地图 嗯 好了 我们找一下黑龙江的地图 其实上次去加戈达西的时候 我们已经路过了哈尔滨 没想到又是冬天最冷 其实也挺好 最冷的时候去东北 东北 黑龙江 来吧 换上啊 黑龙江地图 好了 黑龙江的地图已经换好了 我们把飞镖交给加深同学 那我想问一下 你想去到黑龙江的哪里 我想去海南 但是我们既然扎到黑龙江地图 那就墨河吧 因为中国最北点嘛 嗯 我想去看一看 或者黑河 去俄罗斯转一转也挺好的 嗯 我的话 我想去服务院 看一下中国的最东边 嗯 那最终还是要看这只飞镖之鹰 我们去到哪里 嗯 来吧 来吧 3 3 2 1 走 抓到了吗 俄罗斯呀 西伯利亚 走 哦 哪里 上次的运气用光了 这个是 黑龙江 炸到了 哎呦 这个都几点了吧 哈哈 扎了一圈了 就是扎不到 黑龙江 来准备 3 2 1 走 嘿 这是哪 扎到了 这是 这是 双 亚 山 市 饶河 县 平 平 平顶山吗 平顶山不是在河南吗 还真是平 哎 还是大姑山 哎 这大姑山 差不多大姑山 明显大姑山更近一点 我们看 所以这次我们随机旅行的最终目的地就是大姑山 那我们现在来决定一下最终的旅行预算吧 嗯 那这次呢是由嘉林同学来决定我们的最终旅行预算 因为黑龙江还是比较远的 所以就不戴眼罩了 嗯 来吧 但是我放眼罩过去好像就没有 9999 哎 你要不这次不是9999的 我是一个 4000多 4000 5000 那块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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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走 走 4000 嘿 这个还是很轻松的 没麻病 来研究一下怎么过去吧 来吧 我刚查了一下这个大姑山呢只有一条信息 上面显示大姑山村属于双崖山是饶河县 切到这个微星图我们看一下 这确实是有一个村庄 不过它旁边是挺平的 我不知道它为什么叫大姑山 嗯 只能过去才能知道了 然后我们刚看了一下是要从西安坐动车 先到香坟 然后从香坟约个顺风车到临坟机场 从临坟机场今天晚上的飞机就能直接到哈尔滨了 然后在哈尔滨住一晚明天坐动车就能到加姆斯 在加姆斯我们准备租个车就能到大姑山了 这一路还是挺波折的 挺长的 今天从西安到哈尔滨的机票 还有但是特别贵 我们现在找到的最合适的最便宜的方式 就是今天直接到临坟 那我们现在就收拾东西出发吧 走了 到北客栈 到了 下午的三点两二分坐五二五二四前往香坟走了 下午的三点两二分坐五二五二四前往香坟走了 到达香坟我们准备在这儿约个顺风车临址场 嗯 到地场了 今天应该下雪的原因所以这个 火车还有飞机都晚点了 嗯 估计今天到哈尔滨就比较晚了 对 然后在这儿找一会儿飞机 看我们的航班号 巴巴巴巴巴巴 也祝大家发巴巴巴巴巴 很好和寓意 嗯 登机了 拜计 我等轻 没轻 凌晨的十二点三十三分我们到哈尔滨了 现在准备去体验订好的酒店就在机场旁边 嗯 走了 哇 哈哈哈哈 哇 上 哈哈哈 五十四块九还带健身机的房间 嗯 还可以 学习呢 嗯 到哈尔滨了 现在是9点42分零下20度 刚才我们坐酒店的拼车 直接到了这边的服装批发城 准备买两件衣服 因为我们随居旅行都是提前准备好衣服 扎完之后立马出发 没想到这次来到了东北这么冷 到底是谁说的东北没有南方冷 刚才去买衣服买衣服 我的脸还有手都已经冻僵了 走吧走吧 哇 得救了 来东北第一件事买衣服 漂亮吗 挺帅的 我觉得酷毕了 你现在就是这个商场最靓的仔 洋气 我感觉我的头太大 塞进去 大头儿子 选好了 两双手套 我们只能戴这种女士手套 因为男手套都太大了 对 一双12 两双24 差不多买齐了 现在就差我一个外套了 就这家 上次就是在这买的军大衣 很想今年能选衣服 军大衣咋卖呢 我等了 都是吹风 很舍的 最低多少钱 这就是最低的100块钱 100块钱 就是厚的 我去年好像也在你这买的 你卖我80 你今天还涨价 这脸也太硬了吧 这蜂蜂蜜 你找嘴 行 我再看看吧 好 你都最好 我觉得 好 不行啊 我们还要再找一下 我想说五师傅 怕他抽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挂得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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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马上就要到火车站了 我们就在这附近吃点东西 虽然都说不是以后买不起 而是俊大衣更有性价低 但我觉得劣质的俊大衣 并没有性价低 就像我上去这样 它又厚又重 但我却感受不到温暖 而且还掉毛 其实吧 这个冷点挺好的 因为我之前在网上看 比方说这个寒冷 可以延缓衰老 说的没错 我现在就快冻成孙子了 就这我们今天买这些郁寒的衣物 都花了100多来 看一下现在的余额 还上2186块4毛7 感觉还是挺紧张的 得省着点花了 嗯 因为上次来的时候 我们已经吃过这边的东北菜了 所以我们这次准备吃一个东北特色 自助盒饭 走吧 走了 好吧 就这家了 好吧 和饭还有吗 对 你现在看看 这些菜是真难上的不少人 哦 人生第一次吃 自助盒饭 赶紧 早点来 年12点之前 可以 这个熔的也挺多的 嗯 12嘛 嗯 自助盒饭有个好处 就是每样都可以 来点 嗯 我觉得啊 这个的感觉就是划算 12块钱 吃了算没完 吃完饭了 我们现在要去坐火车了 这个河饭比我硬气功能要好很多 对对 12块 有20多种饭 既然还有肉 味道也不错 只不过我们去的比较晚啊 菜比较少 就凉了 我想如果中午过去的话 应该会吃的非常满 毕竟才12块钱 这个价格如果放到杭州 不敢想 哈哈哈 我们现在距离最终目的地 大孤山 还有大概700多公里吧 这个黑龙江是真低大 我现在要赶紧去坐火车 前往加勿斯 现在是下午的4点左右 天已经可以来 嗯 真很高 对 走了 这种线不灶 那么多样也很好 那就是 别闹了 看了 差不多 我只能打糖 可以吗 看到了 这种线不疏 晚上的七点十六我们到加姆斯了 刚才在车上已经把酒店订好了 我们现在要去酒店入住了 太冷了 比哈尔滨还要冷 我感觉我现在一冻之后脑子就容易短路 就好像来到东北之后 人容易发懵 并不是一冻就清醒 跟往南边走的那种冷是不一样的 南方的冷死了是一种夸张的形容词 但在东北是真的可能会冻死的 走吧走吧走吧去酒店 小车是一平坚本 主号 带大家看一看我们66块钱订的酒店 还可以哦 这个房间面积不大 看起来挺干净的 两张床是紧贴着的 房间没有什么空间了 这边是桌子 空调 那边是暖气片 一个洗手台 那边 厕所 我感觉东北这边的房间房 整体都比较便宜 这个基本上就是100左右的水平 我觉得才应该能够得到 今天这边早上还有早市 我们准备去逛一逛 今天就早早休息 现在是早上的7点06分 加木斯的温度是零下20度 我们已经醒来了 因为在我们酒店楼下 就是这里著名的浸江早市 我准备去看一下 感觉这边的早市是真的专制人睡懒觉的毛病 是的 因为加木斯呢 在我们全国的最东端 所以夏天可能三点的时候 这些老板们就出摊了 可以想象那个时候 全国有些地方还在吃夜市 很离谱的 对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吧 走吧 这边老板已经出摊了 卖鱼 这边鱼 直接就放到户外 就动硬了 而且这个鱼真的好大呀 超级大冰箱 看我的手机对比一下 跟它鱼头差不多大 真的超大的鱼 多少钱早走 这些老板们都不怕冷吗 对呀 零下20度 在外面 这比我家的冰箱冷冻室 还要再冷一些 我们后面的这条街 好像都是卖鱼的 到这条街上 应该是卖一些蔬菜肉类 还有小吃的吧 这边人开始变多了 这条路昨天晚上还有车过 现在已经变成一个 类似步行街的样子 买进来房的喽 就在转一下早事儿嘛 在哪里那边上 西安的 和周围过东西了 没有没有 来一个礼拜就回去了 来看冰雪了 是吧 您这早上几点起的呀 早上六点就到这儿 八点收拾两二十 哦 就就两 今天是不是来的要早一点 夏天早 夏天三十点冷 哦 有顾客吗 有 都起来这么早呢 嗯 都起来这么早 冷的冷好吗 我们那儿现在应该 也冷了 分数温度吧 嗯 但是没有这块冷 这块太冷了 这两三十多度 对 好继续逛了 谢谢老板 穿这些都冷了 冷啊 冷啊 这边人都真的好热情呀 不买给你落上来 聊两句 这水果都是要盖被子的 要不然就更香了 上面放一个模型 让你知道这卖的是啥 好迷糊 还有的 嗯 这边路封住 专门供行人走 估计等早事结束 这个门就打开了 哎 这有吃的来 真的吃的吧 年度包 年度包 咋卖呢 这是十块钱一斤 这是九块 一斤 斤 几个来几个 拿四个吧 这个啥馅的呀 那是小豆 这个呢 那是大豆 那俩这个俩这个吧 多少块 这个是粘的是吧 对对对 非常粘 非常精 玉米面的吗 还是 这是大红米的 反正是姜米的 四块九 好 年度包 好吃 到这个时候就是吃年度包的季节 好嘞 谢谢 好 谢谢 这比我想着要硬一些 这么粘的 看 年度包 来看一下它这个里面的馅 是红豆的 没有加很多糖 不是很甜 我觉得刚刚好 吃完以后 口上都是这个 快吃快吃 这里面也是豆沙的 它不是那种特别细致的豆沙 还能尝到那个豆沙一块一块的小颗粒的感觉 在这买吃的必须现买定吃 房子吃回来就凉透了 都很冰了 我进屋里要是吧 可以 进屋里做的 好嘞 好嘞 咱们屋里有事 不过上吧 好 拿两个豆腐脑 然后两个拆一拆吧 所以俩不一样进屋里 俩不是本色的 哈哈哈哈 下边裤了它穿的 就不动开就好吗 啊 对 这边找事是不是 外面都没啥外摆了 都是得进一房里吃 就算有你也吃不了 我懂了 冬天的时候都在屋里吃 不在外面吃 现在在外面吃 拿勺子 拿勺子拿勺子 哦哦哦 要吃早 满得吃早 哎 好嘞 你们下这块来 里面 你们下这一块 里面 您知道那个大孤山吗 大孤山我都听过 但我不知道河哪 在饶河那边 我们就准备去大孤山 大孤山给咋了 老板 大孤山我还真没去过 我也没去过 我吃到那个地方 都不知道 你呗 在那里去吗 嗯 这边豆腐脑中 那儿的味不太硬 我看了一下 这个有点像 胡辣汤 胡辣汤配豆腐脑 偏一点点甜口 它是那种糊糊的 稠稠的感觉 鲁汁 应该是豆腐脑中 里面浇的鲁汁 你们吃哪块的饮料 我们下西 好像西北人 西北你们还算是辣的吗 可以啊 西北也是辣 我就是在湖南湖北那边弄 湖南湖北吃的 很辣 跟南方辣不太一样 我们那边就是香辣 去个香味 我看咱这床是不是大家都互相认识什么 我都感觉你们经常在一块一样 我们东北有个什么特点 就是虽然不意思 在一起做吃饭 闹了磕都熟的了 嗯 是 感觉熟的可快了 嗯 大家都自来熟 对 东北有点自来熟的感觉 东北有点热情 对 东北有点热情 跟我们那可能我们坐在这 就默默的吃饭 就吃饭就行了 人家坐在那 大家都聊聊天 大家都聊聊天 像我们要是 你要是上大饭店的话 基本上就是自己得多自己闹磕 跟别人都不大便 那这个小吃店的很正常闹磕 嗯 是 没事 我们带纸了 带纸 好嘞 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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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你走了 好 再见 再见 哎 早来嘞 好 谢谢 啊 又进别乡了 哇 是比刚才暖和了不少 这个点早逝也开始收摊了 对 它叫做进江早逝 为啥叫这个名 因为旁边就是松花江 嗯 现在准备去江上 消消食 嗯 走吧 哎呀 这就是松花江了 嗯 江中心还有人 下面还有个车 嗯 不知道他们在干啥 这是大鱼嘞 那得早看多厚的冰箱 嗯 嗯 我们去看一下吧 这江边大冰块 你看这得多厚 这应该都是完全 松江之前用的 现在很快够厚 对 大哥这是啥呀 拿着呢 啊 打出人花的 爷没来的 他们没来 哦 行 我们过去逛逛 来来来来 看好啊 嗯 咦 啊 啊 好疼啊 我们再去那边看一下吧 走 看啊 这边江面上其实是有雪的 只不过这一块是被人为的青开了 就变成了滑冰场 可是雪 飘尽双眼 看不见你桥牌的谎言 你多大人了 好幼稚呀 刚满18岁 看这下面动的 挺清澈的其实 嗯 松花江是挺清的 大哥咱那是干啥呢呀 咱俩先去洗 啊 啊 瞎洗澡 洗澡 洗澡 这 这 这 大哥你逗我呀 哈哈 蹦起来我去上了 这冰有多次的 那有半米多厚 半米啊 行 你在那 跟这走走那看那光丁洗澡的 有光丁洗澡的 真有吗 有 那那呢 咱那 这么冷的天气 冒烟呢 跟你说你还不相信 因为我觉得不太可能 就零下20度在这冬泳 20度在40度在那洗 大哥您这是在干啥 这是一个上网的 对 好 这不是打这么多网呀 啊 下网 反正是下网 洗澡 哦好 我们先去看一下洗澡吧 我靠身上都冒着热气 大哥冷不呀 啊 不冷 不冷 哈哈哈哈 人家20度 哈哈哈哈 我们穿个这都已经不行了 哎 哎 大哥慢点 答应大哥啊 哇 哈哈 下水了 太牛了 大哥这水温还行吧 水温 呃 零到七 零点七 零点七 大哥您今天多大了 七十 七十 哦慢点慢点 邓仔七十岁夜来游 现在年龄太孝了 不让游 哈哈哈 哈哈哈 又又又又又又去了 姐加油 谢谢 哈哈哈 厲害啊大哥 嗯 哎 我我尝试一下 尝试一下好嘞 哈哈哈 哦你们一起来的 我们一起 他也是个上海普通话 都是上海 他要打个卡年纪轻嘛 打个卡 啊 啊 他也打个卡 哈哈哈 我们在这拍个照打个卡 打个卡 下了水之后会好很多吧 哎 哎 你身体要凉一点 到了水里以后就不感觉到冷了 哦 水最冷就零度吗 在这里体温已经超过了 比水温还低了 哦 那它下去就感觉不冷 但也不能太长时间吧 不能太长时间 一会时间 时间长就室温了 哇 这大哥真厉害 喊了一句我是最棒的 加了个buff 然后就下到水里边了 哇 哇 哇 哈哈 我走 哈哈 外面冷了 勇敢大哥不怕困难 不怕困难 哎 可以了可以 慢点 姐冷不冷啊 不冷习惯了 习惯了 我看你身上的洞红了 红了 水凉 我们去找一点年轻人 可以玩的活动 没有年轻人 这是我们老太子的 我们这种是体弱多病 哈哈哈 走吧 我们沿着江边走看还有什么好玩的 嗯 再把他板线 板有线 看这块大兵 你现在是有大兵的人了 好兵 看见那个骑自行车的人 我就想到了海之人王里面的轻质 吐动过时 在海上骑着自行车 他就在江边上骑自行车 准备上去了 这边呢还有轮胎圈可以走 感觉游乐事迹还挺丰富的 嗯 不过我们距离最终目的地 大公山还有300多公里 所以得赶紧去租车了 走了 开锁 太冷了 太冷了太冷了快开空调 开到最大 在外面脸都快冻姜了 脸姜手姜 换一换 出了一会空调感觉舒服多了 那我们先就出发吧 走了 突加姜斯市区走了几十公里天就黑了 可是现在才三点多 东北这边的白天是真定一转 而且再过几天就是冬至了 那种白天更多 虽然天黑了 但是我们还是要再往前走一走 不然明天也到不了 在这停车买点水再继续出发 晚上的7点30分 我们已经到达了建三江 今天就准备在这休息了 那这个建三江它的全称是黑龙江农肯总局 建三江管理局 下校有15个国用农场 常住人口27万人 像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呢 就是建三江管理局的驻地 感觉它的规模和一个县城差不多了 因为这个建三江呢 它地处在世界三大黑土代之一的三江平原腹地 土地很肥沃 所以在这边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叫做棒打袍子瓢咬鱼 野鸡飞到饭锅里 来形容物产丰富 这儿的粮食产量能占到全国的1% 所以夏天的时候来应该能看到粮食的海洋 那说到粮食我们也饿了 毕竟帅也不能当饭吃 我们现在就去吃点东西吧 走吧 一元小油饼 五元小砂锅 我挺好奇的 竟然这么便宜 嗯 还有砂锅吗 现在没有了 油饼和砂锅都没有了 对 那算了 好谢谢啊 幸充充而后来 失落而归 再看看吧 没有 五元砂锅 只要一元一口 要两个羊杂汤 馅饼还有吗 有 那就拿三个吧 三个一人一个半应该差不多 这还吃点没有 在一块吃饭 人家谈的都是农业生的事 一温老汉的街道 一温老汉 一温老汉 妈有名词 刚才讨论 产量都给我们听 嗯 刚才过来的时候 我看街道上面 还有那个农用无人机 这个真的是 我第一次在街道的商铺上 看见这个 农业是这儿的绝对蜘蛛产业 现在都是现代化生产 像建三江这边的机械化 使用率应该是全国最高的 几乎从种植到最后收割 全程是用机器的 记得小学的时候 说美国为什么量是产量高 因为他们机械化率高 现在建三江也是在 这个小小三轮车 那是外卖员 我们才发现就是 诶看看看看 我们才发现 就这边这种小三轮车 特别多 然后仔细一看 里面原来是外卖员 对 这才是东北特色吧 因为实在是太冷了 常见的那种电动车是不行的 现在躺不住 沿着这条路一直往前走 马上就要出建三江了 It's all the things you never show There are the things I want to know The secrets die in your hearts asleep But if you don't want to tell me now I guess I'll never know Losing almost all my energy It's all the things you never show There are the things I want to know The secrets die in your hearts asleep But if you don't want to tell me now But if you don't want to tell me now I guess I'll never know 现在我们经过了胜利农场 从这儿到大孤山只剩最后5公里了 嗯 那我估计大孤山应该就是属于这个胜利农场的 胜利农场呢 它就是隶属于我们今天早上出发的建三江 它是15个农场之一 感觉这种农场就像是我们普通的那种小镇一样 跟那个角色是差不多的 只不过它这边下面有很多很多的分队 这个就相当于是一个集中的地方 其实就跟个镇子差不多 而且每个农场几乎都有一条名为中央大街的路 现在我们走在的就是中央大街 哈尔滨也有中央大街 建三江也有中央大街 这应该就是建这个农场之初最早的那一条路 嗯 地图上显示还有300米就要到大孤山了 那应该就是这里了 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名字应该是没错了 看后面有一座山孤零零的旁边是平原 这应该就是它名字的由来了 嗯 我们在前面找个地方停车吧 嗯走吧 大孤山 我们来了 现在是12月17号下午的3点29分 我们已经到达了大孤山 来看一下地图 我们当时扎到的地方 就在这里 大孤山 虽然这个村子里面没有牌子证明它叫大孤山 但我觉得旁边这个山就是最好的印证了 对大孤山没错 那我们现在给地图贴上小红旗 来吧 好的两张地图已经展开了 首先是黑龙江省的地图 我们给它贴上小红旗 大孤山在这个位置 OK 成功到达 那再逛到全国地图来看 我们这次呢是从先出发坐动车 先到了临粉 从临粉坐飞机来到了哈尔滨 从哈尔滨再坐动车到加姆斯 从加姆斯租车来到了大孤山 东北的角落大孤山 所以我觉得这趟旅程 我们可能跟大孤山还是有一些缘分的 因为一开始扎全国地图的时候 加林一击击中 直接就扎到了祖国的东北角 然后第二次扎省份地图大孤山也在这个位置 对 所以说两次建安神奇地重合在了一起 对 我们跟它一定是有缘分的 先进村看看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这个村庄的边缘 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这样的结杆度 这应该就是秋天收割之后 收集起来留到冬天去取暖用的 现在我们走到了村庄了 其实说是村庄 反正这儿更像是一个大棚种植区 因为两边全是这样的大棚 然后大棚的边上是有一个小房子 可能是用来人居住的 对 给大棚取暖 在这个街道上 听到很多这样的农具 像这个叫做爬谷鸡 应该是输送粮食用的 虽然这块很冷 但是我觉得景色挺美的 不亚于网上看过的雪香 甚至你把天边的一抹晚霞 换成绿色的 就像是极光我们来到了北欧也 我睫毛可能已经快冻住了 我感觉这儿的温度 可能比我们去年去到的大棚山还要低 现在应该零下二十好几度了 看这摩托就停到温度了 继续 但是农天应该也不会去用 这也是农具 在这儿几乎都是和农业相关的 我们看到这儿有一个小房子 上面还挂着来练习 这是盛立农场有限公司第一管理区 这应该就是它正式的名字了 嗯 在这边都是属于农场的 所以这个大棚山只是一个俗名 就是因为那个山 所以它叫大棚山 对 它正式的名称应该就是农场的管理区 我都怀疑是因为它是出了农场之后的第一个小村子 所以叫第一管理区 也有可能 嗯 那就是来之前呢 我们还专门买了一些小礼物 准备送给第一家遇到的人 刚我们看旁边这家人 有一大哥 马上在干活 对 在干活呢 嗯 你好 你好 我们开车过来的 实在不好意思打扰 哈哈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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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哦 这是用塑料挡起来的 先进了第一道门 哦 哦 哎哎 好好好 哦 哇 暖和了 哇 暖和了 这里有的 放好烟 哦 还有小朋友 同学 小孩儿哥 你好 好 这里面一下暖和多了 这墙是空的吧 不是 这是火墙的 就是稍微从那里走 哦 对对 热乎了 对对 灯里不冷了 这是我妈 哦 你们来的 在这暖和暖和 好嘞 好好谢谢 啊 你坐一座康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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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 我们的最终目的地就是 好嘞好嘞好嘞 这个大湖山 大湖山 啊 这上面叫山 他不是 就跟电脑唱 他就走走走哪 一下走到大湖山 他就走到大湖山 这个村儿看一看 对 就想来家这块看一看 他就是旅游的 来看他的大叔 大叔 一看着可年轻啊 70岁了 他应该听你 看起来可精神 看起来不那么老是 对 真看不起来其实 这个大湖山其实就是 胜利的二连村 大湖山它的正式名字叫 胜利农场 二连 二连 对 叫大湖山是因为后面那座山 就这座山 这座山 啊 明白 我们当时也想着 还有小湖山是吧 啊 我看这座上还有个小湖山 对 那些19连镇吧 我发凉的时候 我看那个有个小湖山在19连镇嘛 坐那坐那 坐那 康热和 对 哦这个炕是热的热炕 下面是烧的柴火 对 脚底下那会有做门 我可以打开炭一下吗 可以 哦 哦 就是从这个添柴进去 然后烧火 其实我一直挺好奇 这个炕它怎么控制温度呢 会不会就是柴家多了 然后上面就会特别热 你们这儿不收炕 噴到以前可能会烧 你都没见过火炕 鲜的吗 嗯 就是 摇动吗 不是 我们是关中地区 现在比较少了 咱这个村子我看 每一家的房子都长一个样 这是统一盖的吗 统一盖的 农场规划的时候 原来这个大谷山嘛 是一个食产队 后来搬迁了呢 这个大谷山的这个人呢 都搬迁到农场去了 后来呢 农场在这盖的这个大棚区 蔬菜基地 都盖成这样的房子 这一共是13栋房子 所以说咱这个大谷山这块 就只有13户人 算是13户吧 13户房子 相当于最早就是一个村子 后来才是属于生理农场了 最早就是 不是 这公共是个大荒店子 那就是北大 那您祖籍也不是这边 我祖籍是赤峰的 赤峰的 都是后日来的 是峰的 内蒙古 其实这个地方的人 都是后来的 就是那个军队 来着驻扎 这些知青来的这地方 最早可能就是农肯部队 部队过来 那又是 那个11王队在这开吓的吗 咱这边每一家能有多少地 都是那个农场的地 不属于个人 个人没有地 那应该名义上 这家能种多少地啊 谁家能种多少地 种地的是那个农场去 交那个地租钱 一亩地交几百块钱 然后农场给你负责 春天就是恶种 恶种完了之后呢 化肥都给你下到地里了 第二边呢 就怕草出来嘛 担那个封标 农场就都给你封闭了 封闭完了之后 等苗出来了 开始种羹就是出草了 出草完了之后 就开始这个打灭草剂 一产全是机械化 就几乎用不上人工了 不用人工 连收都不用人 到秋天秋收的时候 你就把车领过来 然后给你收了 收了装的大车 到那个农场 有那个过泵的 搁大车一辆那个泵乘 你这卖了多少辆 然后就得结算 就得钱了 这是我说的汉田 什么叫汉田 就是苞米 大豆 杂粮 小麦 和那个云豆 这都属于这个汉田 水田呢 就是专门种水稻的 叫水田 啥都有 啥都有 我看地图上 咱这个村子离俄罗斯 已经很近了 25公里 就顺着公路 一直到那块 那块属于这个边境地区了 我来到这个黑龙江那公路 那个时候 我是04年来的 这条道 还不是这个水泥路呢 那公路都是那个 就送出的那个桌木 一根根铺起来 那就是木头路 对 那公路没有这个 挣了八本的路 小朋友他们上学 是在农场上吗 在农场啊 农场要小学出口 离个农场巴里地 天天地接送 那他上学的话 是几点上学 八点上课 四点五十放学晚上 那就是也是天黑了 才放学 这才四点四十五 四点四十五 还没放学 接近放学 接近放学 四点五十放学 我们这 还是一天三顿饭 这块夏天的话 不是晾得特别早吗 哎呀 两点半左右就日出了 那夏天几点吃早饭呀 五点来钟就吃饭 中午十一点 晚上六点 这个其实跟 内地茶的一样 特别多 就是早饭能早一点 到冬天呢 冬天下午三点 天就黑了 这咋办呀 冬天一般到 七点左右吃饭 中午呢 十一点到十二点 晚上是六点来钟 那一般三点多天黑 你们就待屋里了 我们这是搞养殖业的呀 嗯 早晨得起来 喂你喂生穴 喂完生穴 人在做饭吃 就是中午有闲控 晚上三点多钟 就得开始喂生穴了 哎 那这块的水 不会冻住吗 这这么冷的天 冻不住啊 在地下呢 地下打来的自来水 哦 就管道行 在下面埋着呢 嗯 一喝点啊 水就上来了 除了水 直接就得把水空出去 让管子干了 它就动不了了 走水的地方吧 都得洞层以下呢 埋着深 埋着深 咱这块相当于 还是主要是畜牧业 是吧 哎呀 原先一开始 建这个暖棚的时候呢 农场建的是蔬菜地地 嗯 也就有能力的吧 都开这个超市了 等超市菜一进来 我们这个种菜呢 就不值钱了 你要冬天 种这个暖棚子菜吧 你得烧煤 这么一下子呢 它的成本就得上来 你像那个蔬菜 从南边进来 一火车 搁保温箱 必须就能来到这个地方 这你种蔬菜 这一冬 也挣不了多少啊 没光煤 收不少钱 哎呀 那你天天烧煤啊 所以基本上 冬天咱这边 就种不了其他东西了 种也成本太重 种不了 冬天不能种 冬天这些牲畜 不用烧煤 就光这个大棚保温就可以了 对 我们能看一下 看看吧 哎 哎 好嘞 那你也是君大姨 这边君大姨比较流行 嗯 然后 我的 不包呢 是 走吧 走 走 我看一下 哦 有啊 这么多 这是虾单有点啊 哦 哦 还养到狗 嗯 这个鸡 这一个棚里养这么多的牲畜呢 这个是黄牛吗 这是这个 西门塔尔 西门塔尔 这上面结冰了 挂霜 这些牛的草料都是要在入冬之前准备好 秋天就准备好 他们吃的什么木须吗 吃的这个 这不是草带的吗 这是买的吗 买的 我们刚才在外边看到好多这种小草垛子 像这个大棚里面应该也在零度以上吧 就是零度 零度以上上不了 这是厨房 那您一般上吃饭的菜蔬菜啥 都是放地浆吗 刚才棉被不盖着你吗 这边入冬之前还腌那个 这是酸菜 就是买的白菜 然后腌上 这是自己腌的 这是自己腌的 桂花上酸菜 就吃上这个酸菜 都说东北人入冬之前都是要准备这个白菜的 对 这不干嘛去了 放过 好嘞好嘞 小伯母你们班有多少人呀 我班36个学生 36个学生 那一个年纪有几个班呀 四个班 三个班 一年纪三个班 那学生还挺多的 农场 他就是有点钱 他就生孩子 你到没钱的地方 都不生 现在的农场还行 一二台的我看挺多的 咱现在这块不是冬天吗 是全部都是白色的那雪 那到夏天的时候 这块是啥样子呀 一片绿啊 那那时候应该挺美的吧 啊美 空气还新鲜 就夏天好 然后到一时采萝卜的时候 你可以去采萝卜 这块卜丝卜都有过 这块卜丝卜都是纯绿色 特别好吃 它上的都是咱们这个农家肥 然后它不怎么上药 您说的我都想夏天来看一看了 八月份 八月份葡萄树之后 蘑菇 我们这山有蘑菇 菜真蘑 就是八月份是来这边最好的时候 对 这边可能医院啊啥少 这块上他医院咖啡机 这医院都在长布呢 我们这传播就有一个医院 还是小医院 要想出去看一套命 最少到三江或者到游 都破百里地要得及 这个地方确实不好的一点 就是离哪都远 离医院 离三江离饶河都远 对 你要是等啥疾病了 你要是生孩子 你这头等个生孩子 那头上磨医院 你说你跑二百里地到三江 最少得两个是吧 不敢 对对对 生孩子快到日子了 他都得老往三个医院 那咱们来这边有多久了 我来了二十多年 当时是分配过来的吗 还是 不是 我88年等那个蜜山专厂干活了 等到这个专厂没活了 坐着从蜜山 往着漠河那样的车 坐着车就是旅游了 从蜜山一直走到这个漠河 在漠河打了气功 扛了一栋大木头 然后第二年春天 结果一路过一走一看 哪个地方也不如这个地方 等到两千年 我来到这个地方 一开始来打工 给你放羊 放了六年羊 后来就不干了 自己干 自己又放了四年羊 这羊羊不发财也不够收费 这就是自己整点地动 后来就买这个大盆 做蔬菜的 开始搞养殖业 给你们做点饭吃啊 可以吗 可以啊 你可以吃米饭是吃那个啥呀 咱就最正常的就行 没没没没饭吧 我再没没没饭 放在虾片 然后让他们冬的虾片 大学生给小学生看一下题 把从左往右数第三个正方块圈出来 从左往右的第三个 死为太跳跃的 他说把从左左边是哪边 左 左边是这边 对 右边是哪边 对 那第三个是哪个 第三个 左往右数 第三 二三 那第三个是哪个 一二三 对 那你现在知道了吗 你要是这样的话 那确实思维是挺跳跃 第一是什么意思 第三是哪个 是圈鱼 这就可以了 我们家基本上不买菜 自己养的鸡 自己养的鸡 自己种菜 我们自己有大糖 自己吃 哇 嗯 刚才出去了一下 外边确实黑 伸手不见了 我觉得对 大叔 拿包烟 拿包烟呗 不用不用 我抽不着那个烟 你拿 你慢慢瞅 慢慢瞅 我抽不着 你慢慢瞅 我就 不是不是 你 你帮忙呀 我们都不好意思了 我们现在估计 今天也得早点走了 估计90点 能倒个建三江吧 今天我们准备 住建三江去 那我们就 走 这还有这个 不不不 这给您拿 您放下 我们拿回车上 那立马就冻住了 那就吃不了了 不不不不 您放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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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了 别了 不是不是 真的 等到明天夏天 你们过来这个旅游 是不是 到这儿来吧 到我家来 好好嘞 我们也想着夏天 如果有机会的话 来一趟东北 对 行 您不送了 您不管了 您不管了 我们就出去 我们用手机照就行了 这 走吧 好好好 我们要走了 走了 慢点走 太过了 太过了 来 好嘞 好嘞 夏天有机会 我们再来 我们就走了 慢走 好嘞 再见 再见 拜拜 好 我们走了 再见 拜拜 拜拜 好嘞 拜拜 拜拜 狗爷大孤山 我们要踏上返城了 晚上的9点30分 我们又回到建三江了 今天晚上就在这儿休息了 今天晚上就在这儿休息了 我们再拍拖 西安村 这么快就开回家了 好了 玩车成功 走吧 现在我们的余额还有792块9毛7 减去中转烟台的两成机票1316 那这次随机旅行 我们的最终余额就是 负的523块03分 其中交通占了很大一部分 看来下次得好好优化一下这块了 不过既然超出了 就要有一定的小惩罚 所以我们决定将超出部分的数额 以悬油轨迹的名义 捐给红十字会 希望能帮助到更多的人 悬油轨迹 募捐成功 感谢您对慈善事业 献出的一片爱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不要了 切多少买多少嘛 不配不换 我不要了 但是大爷你能让我在切糕上写个字不 你写吧 你看你想写啥字 这是个啥字吗 这是个旋游轨迹的旋字 我走了 那你走吧 我继续卖我的切糕了 切糕切糕 谁要切糕了